这个小女孩竟敢招惹一个刚出狱的犯人 她将数夜用力地插进男人的鼻孔 其他同学见她长得凶神恶煞 想要阻止 但女孩没有害怕反而下手更重了 男人突然被弄醒 非常愤怒 同学有些胆怯便按响了报警器 没想到迎来了一群人的注意 男人想解释 但根本没人相信她 她怕招来警察 只能拖着一条残废的腿 一蹶一拐地跑到小巷里 她叫春男 也曾有个幸福的小家 但没多久女友真理子确得了绝症 为了筹钱治病 她回到公司索要自己的工资 没想到却被老板打了一顿 但她还是会在地上苦苦哀求 于是老板承诺 只要她能将公司的欠账收回 便可以给她八百万 春男没有犹豫直接答应了下来 她先去要账 在于中等了一个晚上 没想到 欠账的人非但不还钱 态度还极其蛮横 争执中二人不慎跌下了楼梯 对方就这样摔死了 春男也摔断了一条腿 她随即被逮捕 以过世之人死亡罪背叛了九年 公司为了平息此事 那八百万还是给了她 女友得之后前来看望 没想到春男却提出了狠手 并说了一堆很难听的话 他没有告诉女友真相 只对她说公司给的八百万是慰问金 让李子当作分手费 李子非常伤心从此在未来过 而春男在牢里一带便是九年 好不容易摇到了初遇的日子 春男却无处可去 他不知道女友过得怎么样 也不愿再去打扰 一个人来到饭馆喝起了闷酒 没想到去趟厕所的功夫 钱包却被人偷走了 他身无分文又没钱付款 只能趁老板不注意选择了跑单 为了生存下去 他找到了曾一起共事的兄弟 还好对方没有忘记昔日的情谊 拦着妻子偷偷给了春男一点钱 交谈中春男竟意外得知 女友早就嫁给了别人 但他们结婚后不久 女友便病情复发已经去世很久了 春男一时无法接受愤怒的问道 春男瞬间崩溃 砸碎了桌面上的酒杯 难道自己这九年的牢狱 都不能换回女友的一条命吗 春男伤心欲绝但无处发现 他认为一定是女友的丈夫 贪了这八百万 没有给他治病 这才导致女友的去世 他决定找对方算账 兄弟只好告诉他那个男人叫村上 开了一家面包店 经过夺方打听 春男终于找到了村上的地址 以进屋便开始挑事 他假装点了一杯咖啡还有面包 一口下去竟吃出了一根别针 春男以此为由向村上索要赔偿 春男见状只好先行离开 但他表示自己一定会再来的 他来到一处公园思念的市区的女人 也许那人他告诉离子真相 是不是他就不会嫁给村上 就可以安心治病活下去呢 春男没打算起身离开 他却被一个小女孩叫住 没想到春男正听了女孩的话 坐了回来 女孩见他垂头丧气 便告诉他 花花就可以忘记所有的烦恼 望着女孩的笑脸春男愣住了 这笑容简直与女友一模一样 他不知道的是 这个女孩就是自己逝去女友的孩子 现在就住在那家他刚去过的面包店 这个小女孩正偷偷的拿家里的面包 结果被小姨发现抓了个正着 父亲非常疑惑小姓的行为 但无论怎么问小姓就是不说 原来那日春男离开面包店后 望着他离去的背影 孙上觉得似曾相识 他突然想起去世的妻子曾对他说过 自己有个前男友断了一条腿 第二天小姓又遇见了春男 调皮的他打算戏弄戏弄这个叔叔 不曾想这一行为却引来了警察 孙上还以为小姓遭到了春男的报复 赶紧赶了过来 还好女儿没什么事一切都是误会 回去的路上 他遇见了慌不择落的春男 于是将对方带回到家里 他拿出五十万希望春男不要再来打扰他 没想到春男却把钱扔到了地上 还在问那八百万的去向 春男表示 自己为了女友蹲了九年的大牢 哪怕真理死在下 他都不会怨恨 但孙上拿了钱去不给女友治病 这让他非常愤怒 无论孙上怎么解释他都听不进去 春男坚持认为 这个面包店就是拿那笔钱开起来的 店员把警察带了进来 对于一个有钱客的人警方也不听他的辩解 二话不说便把他抓走了 另一边 小幸望着自己为春男话的话非常开心 他不知道为什么 对着这个凶神扼杀的男人就是倍感亲切 来到警局 春男闭口不答 他确实没有做什么违法的事 没有办法只好把他放了出来 春男静止回到了面包店 死死地盯着村上 村上见状带着钱赶紧追了出去 他们来到一片空地想法是说清楚 接着 村上拿出那五十万希望西式名人 但春男根本知不在此 他只想知道真相 之后便表示自己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于是趁着凌晨 他拖着那条残废的腿 将一个几十公斤重的路牌 堵在了村上的店门口 村上开门后看到这一幕 游戏又觉得好笑 无奈只能将路牌费力地搬了回去 小兴来到公园玩耍 结果又遇到了春男 莫名的亲切感让小兴一直跟着他 他不知道为什么 在春男的身边就特别有安全感 这让小兴觉得非常内疚 他们来到一处饭馆 但兜里的钱根本不过春男吃上一顿饱饭 小兴看出了他的窘迫 于是拿出自己的面包给了春男 他本打算起身回家却被春男叫住 让小兴明天再给他拿一个面包 春男只是说说根本没放在心上 但小兴却坚定地表示 自己一定会遵守约定 明天会准时给他带来面包 他与春男拉起了狗狗 唱着一首熟悉的歌谣 小兴走后春男忽然响起 这首歌谣正是失去女友教他的纳手 春男觉得这只是巧合便没再多想 这个刚出狱的男人想找一份工作 但包空头见他瘸了一条腿便当场拒绝 此时的春男肚子很饿 但兜里的钱根本不够他吃一顿的 没有办法 他只好跟流浪汉一起排队 迎去救济的餐食 但还没等排到他 救济处的白粥就全部发完了 春男很生气 他愤怒地打开锅盖里面 却空空如意 只好兴兴地离开 实在饿得不行 春男便打起了剩饭的主意 他让吞虎咽地吃了几口 却被其他流浪汉直接抢走 他瞬间便被围了起来 这下以后救济处也去不了了 春男越想越气 如果村上肯把那八百万交出来 自己也不至于落到如此天地 于是趁着深夜 他再次拖着残废的腿 搬来了一个四十公斤重的石像 挡住了村上家的门 看到这一幕村上非常无奈 他没想到村男竟然这么难缠 只好又费力地把石像搬了回去 另一边 小兴突然想起与春男的约定 于是前回家中打算给他吞拿几个面包 但因此却被父亲教训了一顿 小兴觉得既然拉了狗狗 那么自己就一定要说到做到 他还是趁家人不注意撕藏了一个面包 村上教训完小兴后有些自责 自己整日忙于工作疏忽了对孩子的照顾 他觉得这样让小兴变得有些内向 但小姨却劝说道 村上想说什么但又欲言又止 只好低头继续做自己的面包 忙碌的一天过去了 他又接到了春男的电话 春男表示如果不及时归还那八百万 第二天堵在他店门口的将是一堆恶臭的垃圾 这时村上突然想起了什么 挂断电话后 他凡想倒柜拿出一个账本 便匆匆与春男见了面 他告诉春男自己真不知道什么八百万 面包店是用自己的积蓄开起来的 并没有用过真理子的一分钱 何况开业的时候他们也只是朋友 这个账本上面就有当时真理子写的祝福语 春男赶紧打开查看 春男认得女友的自己 村上确确实实没有撒谎 那自己久连大牢换来的钱到底去哪了呢 这是村上给了他一笔钱 希望他以后能好好生活 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 忘了他离去的背影 村上似乎有些心疼 他又何尝不知失去挚爱的痛苦呢 春男漫无目的地走在街头 女友去世了 自己唯一可以怨恨的人也没有做错什么 这悲惨的人生他应该怪谁 自己活着的业佑到底是什么 他非常失落 一个人来到公园 这里是他曾与真李子经常来的地方 每次真李子都会精心准备可口的便当 那日的笑 那一切的美好 都已不复存在了 就在这绝望之际 一个熟悉的声音再次响起 原来小婷趁着家人熟睡偷跑了出来 在这个深夜 一个小女孩没有害怕黑暗 只为了给他送一个面包 只因为那一个简单的约定 春男结果面包彻底愣住了 他望着小婷的脸激动不已 在这个刺骨的夜晚 小婷用她的笑容温暖了春男冰冷的心 小婷走后 春男拉出那个面包 浑着自己的眼泪 慢慢地哽了起来 这个面包啊 真是又甜又咸 这个小女孩望着一过世妈妈的照片 激动不已 她的话拿了学校画展的第一名 虽然妈妈去世的很早 自己几乎没有印象 但她还是第一时间与妈妈分享了这份喜 照片突然被调皮的同学抢走 无论小婷怎么哀求对方就是不给 他们拿着那张照片突然跑开 让小婷在后面追 这时一阵微风吹过 男同学手一松 照片就这样挂到了树上 小婷非常伤心 妈妈的照片对她尤为珍贵 只好自己试着晃了晃那棵树 但照片还是没有掉下来 另一边 春男受到小婷的鼓振作了起来 她找到了一份清洁工的工作 同时提问她刚放出来不久都有些害怕 就连吃饭也不愿与她坐在一起 她有些思念真理子 于是再次给村上打句电话 希望能告诉她真理子的目的在哪里 她向前去拜祭一下 没想到村上竟愤怒地说道 挂掉电话春男有些失落 下班后回到了那个公园 看见别人家的孩子与父母其乐融融 她非常羡慕 如果当年没有出事 他们的孩子也应该这么大了吧 这时她突然发现了正在哭泣的小婷 于是急忙上前询问 小婷将春男带到哪棵树下 拜托她帮忙将照片拿下来 春男的腿很不方便 但还摄影着头皮答应了她的请求 她艰难地爬了上去伸手去拿那张照片 但还没来得及看 照片就跌落到地上 春男下来后非常好奇 想看看她妈妈的样子 但看到照片的那一刻让她震惊不已 这不就是自己逝去的女友真一子吗 原来小婷送给自己的面包就是村上家的 这让她非常惭愧 但她又非常不理解 那日她前去面包店 她曾见过一个女人在那里忙来忙去 难道那个女人不是小婷的妈妈吗 小婷解释道 她瞬间明白 为什么小婷与女友长得那么像 为什么唱的歌谣都一样 一直关心着自己的不就是真一子的女儿吗 想到这里 她不禁又有些害怕 如果让村上知道小婷与自己经常见面 回家一定会被教训 于是她告诉小婷 无论如何都不要告诉父亲他们见面的事 小婷回到家 告诉了爸爸自己被同学欺负了 害得自己哭了好久 而且这不是第一次了 那帮同学在学校也经常对她说 是没有妈妈的孩子 尊上爱女心切 觉得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她必须要去学校讨个说法 第二天她就找到了小婷的班主任 将事情的原委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 班主任表示 她一定会严肃处理那几个同学 没想到那几个同学被老师教训后 心中愤愤不平 访学的路上过意抢走小婷的雨伞 这一幕恰巧被春男看见 她有些生气 于是在小巷拦住了那几个同学的去路 他们来到一处荒地 春男门想警告一下就算了 没想到她那张兄甚恶煞的脸 还有低沉的声音让同学们非常紧张 为了不再被春男警告 几个同学赶紧跑到小婷家里道歉 小婷才以为这一切都是爸爸的功劳 非常感激 但第二天警察就找上了门 原来那几个同学回去便把这事告诉了家长 在天犹家坐下 说自己被一个可疑的男人威胁了 这个男人正在为死去的女友扫墓 但过意将水泼在自己的头上 也是早已忍不住的泪水 仔细地清洗着女友的墓碑 原来无处可去的春男再次找到了兄弟 向他确认当年公司是否支付了那八百万 兄弟表示他出事后不久 自己也从公司辞职了 之后的事他也不是很清楚 为了调查真相 春男来到一处网吧 想查询公司现在的地址 但毕竟在牢里待了九年 他根本不会使用电脑 只好拜托隔壁的小妹西田帮忙 交谈中西田渐渐知道了春男的过去 他觉得春男非常可怜 对着他无家可归便收留了他 西田对春男非常感兴趣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只要在这个男人的身边 就特别有安全感 另一边由于警方的调查 让孙上得知了春男 为小幸出头的事 这让他莫名地感到惶恐 打算与小幸谈一谈 父亲让小幸离春男远一点 没想到小幸突然很生气 柳头便跑了出去 几星周转小幸在此找到了春男 他们在西田的家待了整整一天 西田很喜欢这个爱笑的小姑娘 给他准备了很多好吃的 这一天小幸都过得很开心 不知不觉就到了晚上 春男送小幸回家 正巧遇到了正在寻找小幸的村上 看见他们又在一起 村上非常生气 春男只好信心地离开了夜晚 村上望着熟睡的小幸 想起了他与真理子相遇的情景 九年前春男被逮捕的那天 真理子追着警车跑了一路 高强度的运动 导致他当场并发面色苍白 热心的村上看到这一幕 急忙不打了求救电话 还将真理子送往了医院 这才转危为安 这是医生走了过来 医生告诉村上 真理子已经怀孕两个多月了 这次病发有流产的风险 需要紧急治疗 所以想找他的家人 支付一下医疗费 于是村上决定 自己先行垫付这笔费用 原来小幸并不是村上的孩子 一切的一切只是因为 这次的偶遇 村上一直将小幸事如己出 将他抚养长大 所以他才一直阻止 小幸与村南见面 他不愿让孩子有个坐过牢的父亲 第二天 小幸来到超市 遇到了正在工作的西田 他告诉西田 自己很希望父亲能与村南合得来 他很喜欢这个怪叔叔 交谈中西田意外 发现小幸包里的蜡烛 日才得知过几天 就是小幸母亲的忌日 他来到超市 就是来买贡品打算扫墓用的 西田知道 春南一直对女友面眼不忘 第一时间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春南 就这样春南终于拿到了 真理子墓地的地址 女友近日这天 他匆匆赶到这里 遇到了真理子的妹妹 还有小幸 真的对方同意后 他一点一点地擦拭着墓碑 眼中饱寒热泪 春南靠着墓碑 久久不愿离去 看到这一幕 加奈斯突然觉得 这个曾经的姐夫 似乎没那么坏 也许当年真的有什么难言之隐吧 春南并不知道 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的 这个小姑娘 就是自己的亲生女儿 那一边西田回到家 无意间看见了小幸 落在这里的画本 其中有一页 画的是小幸生日那天 画面中有很多 关于圣诞节的视频 也就是说小幸的生日 是12月25日 他忽然想起什么 赶紧翻开电脑 当年春南的案子上了新闻 上面显示 他被捕的日期是4月13日 这就说明 春南被逮捕 之前真理子就怀孕了 除非真理子早就与村上相识 否则在八个月内 结婚生子 这显然不可能 西田仿佛发现了 一个惊天的秘密 于是决定将这个消息告诉春南 这个做了久年老的男人 还不知道眼前的孩子 就是自己的亲生女儿 他只觉得女孩 与自己过世的女友很像 看着小幸的脸 便不自觉的笑了起来 小幸拿出与妈妈的合影 给春南看 他告诉春南 妈妈的照片是有魔力的 看见妈妈的脸 就会觉得非常开心 见春南整日愁眉苦脸 小幸表示自己 一定会送给他一张 春南并没有得知小幸的生日 刚一回到家 西田很兴奋地打算 告诉他自己发现的秘密 但刚给女友 扫完墓的春南心情并不好 一直摆着个臭脸 对西田也是不理不睬的态度 西田一生气 打算过段时间再告诉他 而在家的小幸 正拿着相簿翻来覆去的挑选 终于找到一张 自己满意的照片 这时小姨与父亲回来了 他赶紧将照片藏了起来 小幸走后 加赖子告诉春少 自己今天看见 扫墓的春南痛哭流涕 那感情是装不出来的 为什么姐夫要极力阻止 春南去扫墓呢 孙上想了想翻看相簿的照片 他告诉加赖子 这张照片是小幸出身 第三天他去拍的 接着道出了那段 不为人知的往事 原来 身患重病的真理子 并不具备生育的条件 生下宝宝对他来说 是非常危险的 但在他的坚持下 小幸还是顺利地生了出来 孙上顿了顿 郑重地告诉加赖子 加赖非常惊讶 他突然明白了 为什么姐夫一直阻止 小幸与春南见面 村上继续说道 其实他与真理子 并没有办理结婚手续 甚至连男女朋友都算不上 但自己不知为何 就是想照顾他们母女 医生告诉他 真理子能顺利生下小幸 已经算是奇迹了 他的病随时都有可能复发 希望村上能够做好准备 就这样村上一直照顾着他们 扮演了一个父亲的角色 他与真理子并没有什么爱情 更多的可能是某种亲情 只要与真理子在一起 自己就会觉得非常幸福 但天不遂人怨 真理子的病还是复发了 离别的那一刻 村上郑重地承诺 就这样 真理子安心地走了 严佑的小幸似乎感应到了什么 在村上的怀里哭泣 家乃子有些哽咽 他没想到姐夫竟然是一个 这么伟大的人 接着激动地表示 他把那本相符藏了起来告诉村上 自己是不会让春南知道这件事的 他也没资格做小幸的父亲 但训言这种关系就是非常奇妙 小幸每天都想和春南见面 于是想到一个办法 他找到西天递给了他一个信封 让他转交给春南 春南打开后 发现是小幸自己画的优惠券 上面写着 凭此券可以到村上的面包店免费吃 但春南并没有注意到信封里的照片 不小心掉在了角落里 第二天春南果然来了 单一进屋还是摆着那张臭脸 小幸非常开心 赶紧端来了面包与果汁 这一幕被村上发现 他非常生气质问春南死刑的怒地 春南则不慌不忙地拿出了那张优惠券 但村上去告诉小幸 接着他尽当了小幸的面 将那张又会去撑毁 小幸非常难过 低着头说道 自己讨厌爸爸 哭着走了 见到这一幕春南气不打一处来 他刚准备离开去被小幸叫住 让他好好珍惜自己送给他的照片 小幸 布图里里的 春南就这么走了 小幸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哭个不停 村上赶紧翻开那的相簿 果然里面少了一张 他们非常害怕 因为照片上面有拍摄时间 如果让春南看见 他一定会发现小幸的出生日期 进而推断出小幸就是自己的女儿 到时他来相认可如何是好 春南回到家打开那的信封 却什么都没发现 他开始凡乡岛贵拼命寻找 而那张照片 却掉落在他眼前皮包的后面 但却被西天找到了 吃过晚饭 春南从西天的手里接过照片 手指血刚好挡住了拍摄日期 你为什么会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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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味道 西天顺手将照片放在了打印机里 就这样 照片的拍摄日期春南还是没有发现 直到第二天 春南透过镜子的反射 看见了照片的背面 上面写着拍摄于小幸出身后的第三天 他翻开照片 终于发现了拍摄日期 这一刻春南彻底愣住了 这个拍摄时间正意味着 女友在他被捕前就怀孕了 这让他有些不知所作 开始仔细回忆起 自己与小幸的过往 那一幕幕一种种 全部浮现在眼前 一切的一切 全都能解释通了 原来自己的亲生女儿 一直就在身边 此刻的春南既高兴又愤怒 村上一直隐瞒着真相 阻止自己与女儿相认 他决定必须要找村上算账 另一边 小幸躺在床上闷闷不乐 村上的行为严重伤害了 小幸若小的心灵 他无法原谅父亲撕了那张优惠圈 傻ちゃん 怎么办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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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傍晚村上接到了春南的电话 约他见面 他们来到一处空地 愤怒的春南再也压抑不住 心中的怒 上去就是一拳 村上被打倒在地 没想到 他竟直接起身一拳一拳地 还了回去 村上这九年的压抑瞬间爆发 他赤子春南抛弃了 他们母女不管不顾 如果不是自己收养了小幸 孩子早就被送去孤儿院了 村上的话让春南突然意识到 他说的没错 自己毕竟曾是一名犯人 这双肮脏的手 又有什么资格去拥抱女儿 小幸如果知道 自己那些不甘回首的过去 又是否能够接受自己 村上走后 春南趴在地上思考好久 心中满是怨恨与愧疚 他来到兄弟的酒吧 一个人喝起了闷酒 看着那张照片 脑海里全是那些美好的画面 真理子还在 小幸刚刚出生 自己没有为了八百万被抓 他可以正式地牵起女儿的小手 堂堂正正地做一个父亲 在幻境里 他可以陪女儿过生日 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他可以拥抱摔倒的女儿 抚养他健康长大 但时间不能倒流 这一切也只能是幻想罢了 此刻的春南非常渴望与小幸相认 但该怎么做 又该怎么说 他漫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 彻夜无眠 第二天春南来到小幸的学校 看见女儿他非常激动 但最后还是放弃了与小幸的相认 这是西天找了过来 他告诉春南 如果担心小幸无法接受坐过牢的父亲 那么就从现在开始改变自己 不再每日浑浑噩噩 努力让自己变得优秀 这句话瞬间点醒了春南 他决定改过自行重新开始 为了做一个合格的父亲付出努力 他第一时间回到公司找到上司 希望能给自己一个晋升的机会 原来公司正在招募正式员工 春南一直是临时雇佣的 如果签了劳务合同 便可以拿到更多的工资与福利待遇 为了能给以后与女儿的相认做准备 春南鼓起勇气找到上司 希望能将自己转为正式员工 春南很感谢上司的支持 工作也充满了动力 没想到下楼的时候 公司的一个白领不小心将春南撞倒 让他直接翻了下去 还好没有大碍 但这个白领并没有道歉的意思 没想到春南并没有生气 为了成为正式员工 这点委屈真的不算什么 从这一个开始他想做一个好人 下班的路上 一个小男孩的皮球滚了过来 春南会很热心的给他踢回去 他路过一个饭馆 忽然想起初遇那天自己因为没钱 在这里选择了跑单 于是鼓起勇气走了进去 扔了一笔钱还给了那个老板 原来做一个好人的感觉是这么好 春南的嘴角也不自觉的开始上演 另一边 为了能给春南更多的时间变得优秀 西天主动找到小幸 谎称他们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待上很久 希望小幸能安心上学听父亲的话 西天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只好骗小幸说春南喜欢长颈鹿 只有非洲那边才有 但说者无以听者有心 为了与小幸重归于好 村上打算周末带小幸去动物园 小幸还没有原谅村上本不想去 但听说那里有长颈鹿 这才勉强答应了下来 第二天 春南充满干净准备工作 但上司突然找了过来 他的转阵申请竟然被拒绝了 春南有些失落 没有办法 只能先去干活再做打算 没想到却遇见之前将他撞倒的白领男 对方一改之前趾高气昂的态度 胆怯地给了春南一笔钱当作医药费 希望春南不要放在心上 原来他也听说了春南当年入狱的事 担心会被报复这才前来道歉的 春南本不想收 但对方只要给扭头就跑 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春南内心感慨万分 难道当一个好人就这么难吗 现实往往就是这么惨子 回到家的春南愣愣不愣 他开始怀疑自己 是不是已经没有机会变得更好 是不是应该放弃与女儿的相认 他非常纠结 内心充满了痛苦 这时敲门声突然响起 春南不知该如何是好 没有勇气去见他朝思暮想的女儿 小兴本以为他不在家 突然发现了墙上的粉笔 于是蹲在地上面开始画了起来 春南透过窗户看着小兴 眼里充满了温柔 原来小兴正在画的是一只长颈鹿 那日系天的一句玩笑 他一直记在心底 小兴很认真地画着 希望春南回来之前能给他一个惊喜 没想到一回头发现了正在偷看的春南 春南没有办法只好走了出来 但他并没有打算与小兴相认 面对小兴的热心春南有些胆怯 他还没有想好怎样与女儿相处 只好告诉小兴 今后要听村上的话 尽量不要见面了 春南早已热泪盈眶 此乡地望着眼前的女儿 小兴似乎明白了什么 只好转身离开 小兴走后 春南望着这个偌大的城市 久久不能平静 什么时候这里才能有个自己的容身之地 什么时候才有资格与女儿相认 这个刚出狱的男人意外撞见自己的女儿 他没有选择相认而是赶紧躲了起来 小兴也及时转移了孩子的注意力 二人就这样错过了见面的机会 为了减少与小兴的见面 春南找到上司 希望能给他换一个地方工作 没想到却受到了责骂 加奈子回到面包店 告诉村上今天遇见了春南的事 得知对方就在这附近工作 村上有些紧张 他担心春南又开始缠着小兴 决定找他谈一谈 刚要出门 小兴却闷闷不乐地走了回来 加奈子告诉村上 小兴已经这样很久了 他好像非常想念春南 自己曾看见小兴偷偷地给春南画画 眼里满是思念 孙上突然感到有些自责 他没想到自己阻止小兴与春南见面 竟会让女儿失去了往日的快乐 他突然想到了什么 于是约春南见面 表示自己可以为春南提供一份工作 就在自己的面包店 条件是不能告诉小兴自己是他的亲生父亲 春南本想拒绝 但听孙上说了小兴最近的状况 想了想还是答应了 孙上回到家 加奈子很不理解姐夫的做法 孙上解释道 这对他来说也许是个机会 小兴毕竟是春南的孩子 把小兴从他身边抢走 这有点不太公平 他想趁这个机会让春南亲眼见证 自己可以把小兴照顾得很好 他们才是幸福的妇女呀 凌晨四点春南就早早起床 准时准点的来面包店上班 忙碌的工作就这样开始了 小兴起床后 看见正在干活的春南非常高兴 又恢复了往日的笑容 看到这一幕村上非常欣慰 小兴已改往日的愁眉苦脸 就远早饭也比平常吃的很多 见小兴如此开心 加赖子终于明白了姐夫的用意 上学前 小兴还是舍不得春南 一直缠在他的身边不肯离开 但小兴刚要走却被村上叫住 他告诉小兴 前几天收到了学校的邀请 明天要去参加小兴的公开课 但小兴得知后似乎不太开心 小兴走后 春南继续忙着手里的工作 他把每个物品都刷得干干净净 摆放得也非常整齐 监狱的生活让他对这种事非常得心应手 村上见他刷得如此仔细也让他提前下班了 没想到 回去的路上 他竟遇见了正在练习单杠的小兴 他很好奇便过去询问 原来 明天的公开课是体育课 小兴的单杠一直不过关 他很担心在老师面前给父亲丢脸 这才一直在这里拼命练习 春南觉得这并没有什么难的 本想给小兴演示一下 但自己也翻了半天才翻过去 春南犹豫了一下却拒绝了 小兴只好自己慢慢练习 他看向自己的手 想起那日孙上说的话 他只好将手插进自己的裤兜里 默默地看着小兴自行练习 这时小兴一个翻身眼看就要翻过去了 春南本能的反应伸手推了一把 小兴终于成功了 他很高兴向春南表达的感谢 但春南却握紧的拳头久久不能平静 这样的自己有什么资格去触碰女儿呢 接着小兴又试了几次 结果都失败了 此时的春南再也忍不住了 他用皮包挡住自己的双手 一次又一次的帮小兴翻了过去 就这样 父女俩从白天一直练到了黄昏 小兴终于可以不借助她的力量 自己翻过了单杠 原来陪伴女儿的感觉是这么美好 能够教会孩子成长是这么的有成就感 此刻春南终于体会到了做父亲的感觉 但练习完毕后小兴却说 春南只能叹息 最爱的女儿就在眼前 但他却一直在叫着别人父亲 什么时候能听见小兴教自己一身爸爸 那死也无憾了 第二天春南继续在店里工作 而村上则去参加了小兴的公开课 小兴郑重地走到了单杠面前 就像昨天他与春南练习的那样 一次便成功翻过了单杠 见女儿如此优秀 村上连忙竖起了大拇指 他不知道的是 女儿的成长全是春南的功劳 自己明明什么都没有做 却得到了做为父亲的快乐 这个小女孩给刚出狱的男人送来了草莓 女孩将男人带到一个角落 趴在她的耳边告诉她 自己把最大最甜的草莓挑了出来 希望她的伤口可以没那么疼了 小兴走后 春南吃着女儿送来的草莓 简直甜到了心 原来刚来上班的春南工作笨手笨脚 一不小心打翻了滚烫的烤盘 没想到村上非但不关心她的伤势 还质疑了起来 晚饭的时候 小兴因为挑食不爱吃青椒 但村上一向非常宠溺小兴 从来没有让小兴跟着这个坏习惯 谈话间 村上无意中将春南被烫伤的事说了出来 小兴突然很关心她的伤势 看到桌上的草莓 她提出希望邀请春南一起来吃 但却被村上拒绝 于是小兴趁父亲不注意 都拿了许多草莓过来 这便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巧合的是 春南回到家西田野买了很多草莓 并且热情邀请春南一起来吃 没想到春南看了看却说道 西田有些生气 自从春南去面包店上班以后 回家倒头就睡 对自己也是爱理不理 大怀疑春南一定是看上了面包店的哪个员工 心里便萌生了一种醋意 第二天春南照常上班 看见小兴便泱泱地走了回来 他急忙上前询问 春南很紧张变向伸手试一试 但突然想起什么还是放下了 因为村上不让他上二楼 小兴只能自己一个人躺在床上 楼下的春南非常惦念小兴 左思又想来回夺步 他还是放心不下生病的女儿 终于鼓起勇气 一穴一拐地爬上了二楼 他给小兴服下了药丸 得知小兴还没有吃饭 便决定给他做一碗蛋黄粥 但春南根本不会做饭 只好按照教程开始翻箱倒柜 经过仔细的烹煮 一碗香甜可口的蛋黄粥终于做好了 但小兴并不爱吃蛋黄选择了拒绝 没想到小兴很听话地吃了起来 此时的春南内心非常满足 自己有一天也能为女儿做上一顿饭 望着屋里的陈舍 那似乎有了些许极度 墙上的尺子记录了小兴的成长 而见证者却不是身为父亲的自己 这让他的心里感到既难过又愧疚 就在这时 外州的村上赶了回来 发现厨房被翻的一片狼藉 但还以为家里遭到了小偷 可来到房间看见小兴手里的周 春前就明白发生了什么 发现春南私自看望小兴 这让他非常生气 村上找到春南 警告他不要私下与小兴见面 否则就将他开除 但春南却说道 孙上背对的哑口无言 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没想到此时西天却找了过来 他很想看看到底是谁给春南迷的神魂颠倒 这时不知情的嘉赖子走了出来 他的热情让西天错意大发 春南赶紧制止西天的行为 但嘉赖子已经放在了心上 原来他们的秘密还有别人知道 这个小女孩在同学回家突然撞见刚出狱的大叔 同学们见他长得凶神恶煞非常害怕 大叔硬是挤出一个诡异的微笑 同学背下的握紧了手里的报警器 小兴见状赶紧解释 原来为了防止小兴发现春南是他的亲生父亲 嘉赖子希望春南能够主动辞职 但却被春南断然拒绝 还教训了他一顿说他的心胸狭隘 没有他姐姐真离此大度 没想到此话一出让嘉赖子非常愤怒 嘉赖子告诉春南 从小父母就拿自己与姐姐对比 即便姐姐后来与春南私奔了 但他依旧得不到父母的关爱 嘉赖子继续说道 自那之后自己就扮演起了姐姐的角色 也一直真心地照顾着小兴 他希望小兴能一直健康快乐地成长下去 希望春南不要再来打扰 春南没有说话 而是陷入了沉思 嘉赖子的话让他产生了辞职的想法 另一边 由于春南的教育 孙上也开始反思自己宠觅小兴确实不对 所以做了煎蛋给小兴吃 希望他以后不要再挑食了 小兴很听话真的吃了下去 小兴回到学校 兴奋地邀请了同学来自己家里玩 他们决定选个日子 小兴看向日记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 马上就是父亲的生日了 他决定那天能够给父亲一个惊喜 很快就到了周末 孙上热情地招待了小兴的朋友们 但等同学看见了春南 却显得有些害怕 孙上为女儿精心准备了自己做的糕点 一家人齐了融融地在楼上开着排队 春南听见热闹的声音 一个人在楼下心里很不识滋味 小兴突然想起春南 希望邀请他一起来参加聚会 孙上虽不情愿但难得小兴这么开心 只好同意了他的请求 小兴兴高采烈地去邀请春南 没想到他却犹豫了 春南其实很想去 但为了与小兴保持一定距离 春南只好拒绝了 小兴以下没了兴致 回到楼上也开始闷闷不乐 无奈孙上只好亲自找到春南 在村上的拜托下春南终于来了 小兴非常开心 他们一起打起了网球游戏 没想到 两个父亲玩着玩着去叫起了劲 一轮游戏结束 春南与小兴赢得了游戏的胜利 他们本想机长庆祝 但春南那双拿起来的手还是放下来了 他还是不敢去触碰女儿 见小兴与春南这么亲密 村上的心里也很不识滋味 两个父亲都是那么的关爱小兴 他们本打算共同离开 小兴却叫住了村上 接着他与同学一起打开了一幅画 上面赫然写着 我最爱的爸爸生日快乐 接着小兴提给村上一个神秘的信封 村上打开一看 竟然是小兴亲手制作的立体贺考 上面写着 爸爸感谢你陪伴我的成长 看到这一幕村上激动不已 挡住了自己喜极儿气的眼泪 而春南则在一旁非常羡慕 小兴做的一切本该都属于自己 但现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对养父好 他非常难过 甚至缠身了嫉妒 只好转身离开了这里 春南一个人来到小校 这个七尺男儿的泪水早已犹如雨下 这种明明女儿就在身旁却不能相认的滋味 几乎让他快崩溃了 这么时候才能拥抱女儿 这么时候才能听他叫一声爸爸 想到小兴与村上幸福的模样 春南突然觉得自己真的很多余 这个刚出狱的男人竟被自己的女儿讨厌了 不仅如此 女儿还提出了绝交 自己不想再理他了 望着女儿离去的背影 春南非常难过 又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原来这件事考试陈契公布的日子 但拿到试卷的小兴很不开心 他只考了62分 不知道该如何向家里交代 于是他找到春南 希望能够教自己一下惩罚口诀 自己的惩罚实在是太差了 春南想了想却说 春南嘴上说不管 但还是放心不下小兴的学习陈契 于是找到了孙上告诉了他这件事 希望他能抽时间辅导一下小兴的功课 不要每天只想着工作 这下孙上一下就知道了小兴考试不及格的事 但他并没有责怪小兴 反而安慰他不要灰心 下次努力就好 小兴嘴上说着没关系 但心里却记恨起了春南 于是便怒气冲冲的找到了他 这边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春南本就打算辞职 小兴的态度更让他寒了心 但孙上却希望他能够再坚持一段时间 如果他突然离开 小兴不一定能够适应 没有办法 春南只好硬着头皮接着干 但工作的态度已经没有之前积极了 这让孙上非常生气 第二天小兴放学回来 被电影的所有人都叠了纸贺 春南看见后也想要一个 但小兴还在怪他出卖自己的事 生气的扭头变走 这让春南有些难过 一个人跑到了角落 家乃子见状便找到了他安慰道 他们回到面包店 村上接到了一笔特别大的订单 这让他非常高兴 但春南却表示自己不会加班 即便村上苦苦哀求 但春南就是不肯 到了下班时间有头变走 当晚春南躺在床上横竖睡不着 他一直在思考着 如何才能让小兴原谅自己 而小兴忘了那只纸贺 似乎也有点后悔对春南提出绝叫 由于订单量的增加 电影根本忙不过来 春南的工作态度又非常的怠慢 这时小兴走了过来 偷偷递给了春南一封信件 上面竟然写着 这时村上突然冒了出来 再次恳求春南加以回班 人手实在不够了 但春南没有说话还是走了 为了得到小兴的原谅 春南下班后赶紧来到公园 小兴见他来了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脸 小孩子哪有及格也丑的 于是春南与小兴跳起了皮筋 但他觉得非常无聊 于是便问道 小兴的话让春南感到非常震惊 原来在女儿的眼里努力工作的人 是这么的值得敬仰 他突然放弃了辞职的想法 想在女儿的面前与村上一较高下 看看到底谁才有资格能当他的父亲 随后便回到了面包店开始帮忙 这个刚出狱的男人突然拿起一把菜刀 熟练的削起了苹果 速度之快让众人沉默结舌 村上健壮也不甘示弱 两个父亲就这样 在女儿的面前比赛削起了苹果 小兴则在一旁加油鼓劲 不知不觉二人都削了满满一筐 时间也到了晚上 小兴早就困得不行 只好先去睡觉 但今天的比赛让他非常开心 比赛结束 两个男人坐在一起喝起了啤酒 春男在各方面都比村上做得更好 这不免让村上感到了一种危机 他很担心如果这样持续下去 小兴早晚会发现春男就是他的亲生父亲 但春男却说道 这时小兴突然睡眼蓬松的走了过来 还好没有听见他们的谈话 为了洪小兴干净睡觉 村上只好准备被他回去 而小兴则拿出了那只纸盒送给了春男 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 春男的心里无比羡慕 什么时候自己也可以背起女儿呢 望着这只纸盒 春男的心里无比纠结 离开这里他舍不得女儿 留在这里却要每日看见女儿叫别人父亲 他的内心非常痛苦 一个人坐在店里久久不能平静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春男回到家 发现西田与室友正盯着桌上的钱一筹莫展 见他回来 赶紧将这一点点钱收了起来 看到这一幕春男突然响起 今天曾接到过兄弟的电话 兄弟表示在他的酒吧看见过西田 他们似乎再跟一个小混混有着什么来往 春男赶忙询问西田发生了什么 但为了不拖累春男 西田赶紧搪塞了过去 春男便没再过问 原来他们为了生气便只起了一个小摊 没想到却遭到小混混强行收取摊位费 为了继续经营下去 西田便约他到酒吧见面 表示他们的摊位刚刚开业 确实没什么钱 希望他能通融一下减免一部分 但混混见西田有几分姿色 便说这是自己说了不算 需要向老大申请 如果西田愿意 只要请老大吃一顿便饭 他一高兴没准这事就算了 天天的西田竟然答应了 他们回到家 时又总觉得有些不对劲 便提出找春男商量商量 但却被西田拒绝 第二天晚上 傻乎乎的西田形然复约 见气氛有些不对 便提出有事先走 没想到却被老大叔本一把拽住 几杯酒下毒 西田便喝多了失去了意识 时又见状赶紧给春男打去了电话 有事 怎么办 老三 春男得知之后赶紧前去营救 自己无家可归时 是西田收留了自己 这个恩情不能不报 此时的西田早已不省人事 眼看就要出现了危险 还好春男他们及时赶来 二话不说推开树本 直接冲进了房间 他们本打算离开 没想到对方叫了一堆人过来 拦住了去路 书本大言不惭 种种挑衅的话语 引起了春男的愤怒 九年的牢狱 春男什么样的大哥没见过 他刚想动手 脑海里突然出现了女儿的模样 如果现在与他们产生了什么摩擦 那么自己之前的努力就全白费了 为了女儿春男只好忍了 这书本还是不肯放过他们 春男竟然直接跪了下去 恳求给他们一条深路 而一旁的小弟似乎看春男有些眼疏 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危险 赶紧趴在老大儿房嘀咕了几句 书本突然感到有些害怕 带着众人赶紧匆匆离开了 就这样他们终于得救了 回去的路上 书本在车里凝望着春男 眼里除了恐惧 似乎还有许多的疑惑 春男的努力工作终于得到了回报 拿到了出狱后的第一笔工资 他打开信封看了一下 嘴上说着嫌少 心里别提有多开心了 他一个人偷偷跑到公园 拿着信封左看右看爱不释手 这笔钱不仅仅是一笔工资 更是他重新走上正轨的证明 他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 没想到这一幕却被小信看见了 二人面面向亮场面有点尴尬 看着小信认真画画的样子 春男突然想用重生赚的第一笔钱 给小信买点什么送给他 另一边被解救的西天逐渐苏醒 只有告诉了他失心的经过 得知是春男救了自己 西天非常开心 傍晚他突然接到了春男的电话 让他现在立刻来到商场与自己见面 西天还以为是春男邀请他约会 特意打扮了一番 结果到了地方才发现 春男想给小信买礼物 不知道该选什么 希望西天提提一件而已 他们来到商场 在西天的建议下 春男为挨画画的小信挑选了一套画笔 虽然价值不菲 但父亲的那一刻春男没有任何犹豫 这是他送给女儿的第一个礼物 花点钱真的不算什么 小信已在为今天的话努力的上色 但到了晚饭的时间还是没有出来 孙上打开门 竟发现小信已经晕倒在地上 孙上赶紧将昏迷的小信送往医院 不知情的春男提着画笔来到面包店 得知小信除了是紧张的不行 随即拖着残废的腿 疯了一样的跑到医院 看见村上一眼愁容 春男更是激动不已 在得知小信很有可能 已传了真理子的病后 春男不可置信地望着他们 女友因为这个病死了 现在女儿也因为这个病危在旦夕 春男一时无法接受 对着医生发起了脾气 孙上急忙给他拉到一旁 希望他能冷静下来 毕竟警察结果还没有出来 希望他先不要激动 再许了什么麻烦 经过及时的抢救 小信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 为了避免小信的情绪激动 春男不敢进去看望 只能一个人躲在角落里焦急故意 没想到迦泰子竟找到了他 开始埋怨起了自己的姐姐 这是加奈子接到了电话 小信的检查结果出来了 春男随即也跟了过去 好消息是小信并没有遗传真理子的病 坏消息是 他的心脏有个穿孔 得了严重的经济缺损 需要马上准备手术 这需要一笔特别高昂的医疗费 医生希望他们能尽快筹款准备治疗 为了不让春男担心 孙上并没有对他说起手术费的事 只告诉他小信的心脏病是可以治好的 自己作为父亲 一定会尽全力让小信康复除月 回去的路上 孙上的心理也开始忐忑不安 这笔手术费不是什么小数目 回到店里就开始盘算着自己的积蓄 眼下只能先把面包店进行抵押 回头再做打算 他们的对话全被春男听见了 忽然变得紧张不安 身为父亲 春男很想为小信做点什么 当年女友因为没钱治病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种事无论如何都不能发生在小信的身上 这个刚出狱的父亲女儿身患重病 他想用仅有的一点工资给医生包个红包 拜托医生全力救治自己的女儿 没想到却被医生直接拒绝 春男有些惊讶 因为女友的病逝 他一直认为医院是个没钱不行的地方 没想到这个医生竟然如此负责两袖擒风 这让春男感激涕零 忘了他离去的背影 神神的居略一躬 这可能是作为父亲 现在唯一能做的 原来春男很想为小信的手术费出一份力 但自己几乎是身无分文 无奈他只好前去庙宇祷告 来寻求那一丝丝的慰藉 没想到在这里竟然遇见了村上 两个父亲在庙宇间虔诚地祈祷 希望小信能够平安度过这次危机 祈祷完毕后村上告诉春男 他已经将面包店进行了抵押 手术费已经凑够了 叫他不要担心 春男没有想到他为了救小信竟然可以做到如此地步 这让他非常感激 村上告诉他 如果真的想为小信出一份力 他不在的这段时间就好好经营面包店 这里是他从小长大的地方 自己要照顾生病的小信与武力经营 但不愿意最后因为偿还不了建筷 而被银行收走这家面包店 春男竟然答应 手术费村上来到医院看望小信 给他加油鼓劲 小信其实很害怕手术 但在父亲的面前却还在假装坚强 小信有些失落 他似乎有很多话想对春男说 家内子无意间瞟向了小信的画作 竟然已经没有了颜色 他瞬间明白了小信的心意 当晚他便前往春男的住处 希望春男能在手术前去看一次小信 没想到竟被春男拒绝了 他已经与村上约好 在小信康复前不去探望 好好经营面包店 自己是不会食言的 家内子健壮 赶紧拿出了小信的画本开始解释 小信的画从来都是五颜六色 但住院以来却全成了黑白 他的内心已经失去了色彩 眼下只有春男才能让小信振作起来 春男望向哪何还没来得及送给小信的画品 内心终于动摇了 立刻前往医院看望小信 在这里却遇见了主治医生 医生拒绝了春男的红包默默地离开了 春男来到病房 看见小信全身插满的管子 无比心疼 他才八岁 却要承受如此磨难 眼泪已经在眼角开始打转 此时小信醒了过来 看见春男后非常开心 小信 对不起 对不起 你起来吗 我快来到 对不起 这 春男拿出那盒画笔送给了他 这让小信无比欢喜 接着他开始向春男倾诉 自己向父亲说谎了 恐怕吗 手术 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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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途中的眼睛 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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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信告诉他自己有个愿望 康复后希望春男能陪他一起去海边画画 春男没有犹豫答应了下来 他们开始谈论着森林的颜色 还有海鸥的模样 妇女的情深 让门外的夹带子早已泣不成声 难道阻止他们相认真的错了 第二天就要手术了 小信其初要抱着那盒画笔前往手术台 带着他 这个八岁的小女孩将无所畏惧 因为啊 这和画笔就是无与伦比的夫妻 随即小信便被推进了手术室 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过去 在面包店的春男更是感到度日如年 手术本来都在有瞧不稳的进行者 突然监测一开始报警 小信的血压正在急速下降 医院急忙调来了大量的人手进入手术室 随着手术等的熄灭 医生终于走了出来 医生终于终于没事了 趁着小信还在监护室观察 村上赶紧回到面包店 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春男 不善言辞的春男不知道该如何感谢村上 眼里饱含热泪 从前的怨恨还有嫉妒 在这一刻已不复存在 女儿交给他一定会健康地长大吧 他的心里似乎已经做了什么决定 一周后小信恢复得很好 春男也前来看望 这让他非常开心 经此一节 他们的关系似乎变得更加亲密 村上看在眼里 但并没有说什么 他与家乃子开始商量 事情的发展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控制范围 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将春男赶出小信的生活了 另一边 小信希望春男能兑现手术前的承诺 出院后能带他去海边画画 春男似乎有些犹豫 但为了不让小信的情绪激动 只好先答应了下来 他们的谈话被村上全都听到了 女儿与自己的关系渐渐疏远 与姓生父亲走得越来越近 这让他的心里很不适磁位 他决定找个时间与春男好好谈一谈 第二天 西天找到了春男 带他来到了一处照相馆 他告诉春男 这个男人就是他的父亲 但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自己 在这里又成了家 他们在这里拍摄了一张照片 父亲近全程没有认出西天 回去的路上 西天告诉春男 其实他来过很多次了 但一直没有勇气与父亲相认 这种明明亲人就在眼前却无法相聚的心情 他能够感同身受 但春男不一样 西天认为 现在是时候抢回小姓父亲的位置 希望春男不要给自己的人生再次留下遗憾 西天的话让春男思绪良久 回到面包店 村上给小姓买了一个巨大的画板 春男只好给他抬了上去 无意间竟然发现了一本相册 他翻看一看 上面正是小姓从小到大的所有点滴 第一次上幼儿园 第一次画法获奖 第一次参加运动会 上面的一幕幕一种种 自己全都不在身旁 这九年自己错过了女儿所有的成长 他本想着以后一定要加倍补偿 但翻到小姓与村上的合影却沉默了 画面上小姓笑得那么灿烂 村上脸上的慈祥比他更像一个父亲 此刻的春男 终于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他随即来到旅行社 仔细地询问着哪里的海边更漂亮 哪里的海傲更迷人 在导游的推荐下 他掏出那仅有的工资 为小姓报名了一个双人游 看见父亲的奈兰春男笑了 是不是写上春男这两个字 自己就可以带小姓远走高飞 重去那失去的妇女情 西天发现了那本报名手册 为春男的决定感到开心 他终于打算与小姓相认了 第二天是小姓出院的日子 西天前来看望 把春男的计划告诉了小姓 西天走后 家内子与村上商量 他刚刚听到了西天与小姓的谈话 现在很担心春男带小姓走后不再回来 必须找机会与他说清楚 为了庆祝小姓出院 村上邀请了所有店员在家里聚会 这时春男突然表示有话要说 小姓更是一脸的期待 小姓的笑容瞬间消失 接着春男掏出了那张旅行报名表 父亲的那一蓝写的并不是自己 而是村上的名字 这个患有心脏病的女孩不顾父亲的阻拦 全力奔跑去挽留他真正的爸爸 还好激烈的运动并没有让病情复发 但小姓的情绪还是非常激动 他质问春男为什么要时间不陪他去海边 为什么要辞职选择离开 为了让小姓以后能够好好生活 忘了自己 这个真正的父亲 就像九年前让女友放弃自己一样 说了几乎一模一样的话 小姓的手终于慢慢地松开了 望着春男离去的背影 烈流满面 骨子里的血缘让他莫名地喜欢跟着这个大叔 而春男也早已泣不成声 他又怎会舍得他最爱的女儿呢 但没有办法 自己这个有钱磕的人 根本无法给女儿更好的生活 能在女儿身边愉快地度过这几个月 他就职足了 小姓垂头丧气地走在街头 真巧被西天欲见 了解了来龙去脉之后 西天有些心疼 看着小姓哭泣的模样 但不然让这对妇女就这样分开 终于鼓起勇气 打算告诉小姓真相 小姓正一眼地惊讶 西天刚要解释这里面的原因 却被室友制止 无奈西天只好又把话圆了回去 但说者无意听着有心 西天的话在小姓的心里 已经埋下了一颗种子 回到家就开始闷闷不乐 饭都吃不进去几口 脑海里全是春男的模样 望着那张旅行社的报名表 村上决定旅行春男的承诺 带小姓去海边画画 来到了大海旁 小姓的心情果然好了很多 生活还要继续 春男打算再找一份心的工作 无意间 竟看见了他曾逃担的 那家饭馆的招聘起事 老板是为老爷爷 一个人以无力经营 之后春男便选择了留在这里 当起了一名服务生 兄弟得知后便前来看望 兄弟付了饭钱便先行离开了 他的好友因为还没有吃完 就与春男闲聊了起来 他告诉春男 九年前兄弟突然就开了一家酒吧 听说投资不小 也不知道他从哪搞来的钱 春男瞬间回想起兄弟曾说过的话 至此真相大白 他入狱前与兄弟共识在同一家公司 对方拿来的钱去开那么大一家酒吧 那八百万定是让兄弟私吞了 当晚春男便怒气充肯地找到兄弟 正问起他酒吧的由来 这件事情已经败露 他希望能与春男单独好好解释 这个男人突然面目猙獰 掏出水果刀 家饮了竟然直接跪在地上 请求昔日的兄弟结果掉自己 兄弟解释道 他入狱后自己遇到了现在的妻子 被放弃了好多钱 为了给他还债 就动用了春男的八百万 之后一发不可收 使用剩下的钱开了这家酒吧 他并没有想到真理子真的会病死 春男突然捡起了那把水果刀 但他并没有打算报仇 兄弟无比愧疚 他没想到春男就这么放过了自己 一直跪在地上久久不愿起来 春男一个人来到那片草地 掏出了女友的照片 此刻他终于彻底放下了 春男开始努力工作 想用忙碌来忘却对小幸的思念 为了彻底告别于小幸的交集 他选择了从西天的住处搬走 拜托他们将自己的行李打包油漆过去 没想到小幸却找到了这里 西天谎称并不知道春男现在的地址 找了个理由便离开了 没想到刚刚邮件的票据金意外掉在了地上 聪明的小幸拿着这张票据 一个人在这硕大的城市寻找着春男 他走过一条条街道 急行打听 终于找到了春男工作的饭馆 春男将他带到了楼上 而小幸终于说出了此情的目的 小幸把内心的疑问一股脑的说了出来 他与春男那么的相似 都不爱吃鸡蛋喜欢吃甜食 而且春男一直很宝贝自己妈妈的照片 这些证据足以证明春男就是他的爸爸 春男有些惊讶 一时不知该如何解释 他很想与女儿相认 但他认为那样对小幸对尊上都不公平 想了想后郑重地回答道 春男告诉小幸 希望他以后不要再说那种傻话 他有一个好爸爸 而自己只是他生命中的一个过客 叫小幸以后好好生活不要再来了 小幸四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他似乎明白了春男的良苦用心 村上过来接小幸回家 加奈子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原来小幸的话获得了校区大奖 明天将在画展展出 村上希望春男也能一同前往 他本想拒绝 但小幸也忙说道 春男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第二天一起来参加画展 但看见小幸的画作后 所有人都愣住了 画面上是天上的妈妈 在注视着她与春男还有爸爸 这幅画正是小幸的梦想 为什么不可以有两个爸爸呢 这一刻春男再也绷不住了 泪水也在眼角开始打断 但依旧没有说出已经到嘴边的话 看见这一幕村上有些洞楼 他不忍春男就这么离开小幸 于是拜托春男回到面包店继续工作 但却被春男拒绝 见春男去意已决 村上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他希望明天春男能来店里一趟 大家给他开一个欢送会 春男竟然答应 这个刚出狱的男人再次回到面包店 为着今晚的欢送会做着准备 村上让春男去楼上拿工具 这时一个黑鹰男子突然闯了进来 为了自保 村上立刻与对方撕打了起来 激烈的争执中被黑鹰男插中了一刀 痛苦的瘫倒在地上 这是春男及时赶来 他突然想起自己当年误杀的那个公司老板 原来此人正是那个老板的儿子 听闻春男出狱特来寻仇的 所把村上当成了春男 随在这危急的时刻 春男一个闪身挡在了村上的面前 被男人一刀刺中要害 痛苦不已 他向男人解释道 自己才是他的杀父仇人 不要对无辜的人动手 没只想男人瞬间被激怒 上去又是致命的一项 二人很快就牛打在了一起 身负重伤的春男根本不是对手 随即便被放倒 看春男不行了 这个男人竟然打算杀了孙上面 看春男平静最后的力气 将男人推到一旁 孤狐地哀求道 这人是谁的 这人是谁的 我对我的父亲 我真的对你 对不起 这人是谁的 这人是谁的 救我 这人是谁的 这人是谁的 那人在无法直隽 店员及时赶了回来 男人有些害怕赶紧跑掉了 春男躺在村上的怀里逐渐昏迷 他随即便被送往医院展开抢救 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过去 医生终于走了出来 手尽了 残念 但是 已经已经回来 我们会再见 没有人能接受这个现实 在春安迷游的时刻 小兴缓缓地来到病房 看着这个他最喜欢的大叔 泪流满面 小兴握紧了父亲的手 在心中默默地切到能够出现奇迹 但春安再也无法起身陪在他身边了 这个小女孩其实早就知道了 眼前的这个男人就是自己的亲爸爸 小兴鼓起勇气 终于喊出了春安最想听到的话 春安终于听见了这一身爸爸 渐渐握紧了小兴的手 他的眼角流下了幸福的泪水 这身爸爸他等了太久太久 他的脑海里全是小兴的模样 第一次相遇 小兴送给自己的面包 为他拔出取回妈妈的照片 那一种种一幕幕 那些快乐的时光 全都浮现了出来 都说人在弥留之时 会回顾自己的一生 但此刻的春安全是 与小兴的客人 上半身的不幸 放来了女儿小兴 这一身爸爸 他已经知足了 春安走了 没有不舍 没有遗憾 春安被安葬在真理子的墓旁 这对最最相爱的人中是可以相伴左右的 小兴将那只折纸放在墓前 他明白 爸爸是去找妈妈了吧 这次的父亲 这次的父亲 我希望能够帮助我 村南结局虽算不上圆满 但屏幕前的我们一定要记得 除了生死一切都是小事 好好生活 珍惜眼前的人 去见想见的人 人生无常 并不总是来日方长 点赞关注我们一起看下部剧